那大家刚刚欣赏了 Ice Queen, Battle Cry,占卜师,深海之深,双生花 最后的曙光,大家开心吗? 开心!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爆这一串名字了,是吗? 对,开心开心开心 然后我们今天的MC话题是 你有没有什么克服紧张的办法? 有吗?你们人生有什么紧张的时刻吗? 那就从影响开始吧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 因为我现在就非常的紧张 现在吗? 其实是刚才大MC的时候 因为我一出来我发现,哇,这个阵仗有点大 然后就很紧张 你看看潘瑞瑶自从出道以来也没见过这么多人,是吧? 是的呢 就觉得被吓到了 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缓解紧张的办法 但我总觉得在这边说有点太羞耻 你说说看 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个羞耻? 就是大家不是都说,就是如果要在舞台上缓解紧张 就要把大家想象成什么萝卜青菜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种对我没有用的 我现在 这种,哎,这种方法对你没有用 这种方法对我们在座的各位有用过吗? 嗯? 反正把大家想象成青菜萝卜 没有必要哈 反正我后来,我当时是想要尝试这个方法 然后我第一次上台 就是很紧张的时候 我发现萝卜青菜没有用 有一样东西是有用的 就是我想象大家都是 裸体 啊? 你有变态啊? 你什么记号? 不是,这其实是个梗 就是有一部电影里面 就是叫 《惊天魔道团》 大家有看过吗? 就里面那个魔术师 就是有魔术的那一段 他说的 就是你紧张的时候 你就把底下的人想象成 他们是光溜溜的样子 你不要看我 我现在觉得自己很适逻 所以我才说在这边说很羞耻 当然现在不会了 但是我真的非常紧张的时候 你是真的吗? 就是在台上跳舞 然后紧张的时候 你就想象哇,光花花 白花花的一片 没有,其实真的在跳舞的时候还好 尤其我当时还不得就站在这边 所以你真的看见了吗? 就是,你不会分心吗? 你从这一片开始看看 哇,那个还不错哦 就是,不会吧? 倒也不至于 我这么吃汗嘛 也不至于 就是,但是真的超级紧张的时候 是有用的 就是你会觉得很好笑 就是尤其是 就是,哎,我远不回来了呢 但真的是我一个方法 就是,很搞笑 希望你靠这样的方法 可以越来越可不紧张,好吗? 不用了,好吗? 你们知道我用了 潘瑞瑞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 没有,不存在 好啦,那有什么问题呢? 你有紧张的时候吗? 我有吧 你看起来就很没心没肺 因为剧场其实就是比我们学校的那个演播厅还要小一点 所以,哎呦,你什么意思呢? 你是经常上课 哎呦,你什么意思呢?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学校人都比这里多嘛 那也去你们学校跳公演啊 我,我以前在学校就是主持各种什么军训文艺会演 就是主持各种什么什么东西的那种 然后,就是看到人其实不是特别那个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 如果遇到什么让人紧张的事情 我基本会 就是非常努力地握紧我的双手 就把揪成 虽然它本来就很畸形 但是我会把揪得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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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 你手就这样被你揪成这样的吧 对,就有的时候那些紧张我就会 那些揪着我的手就揪成这个样子 还好吗?我就想看 那你有记得你印象最深刻 最紧张的时候什么时候吗?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在这里会紧张啊 就是你比如说 你要不要记住那个动作 然后你就会非常惊恐 然后你上来就更加害怕 会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 还不熟的时候 因为底下的人都会跳 或者有的时候排的很熟 就你平常排练的时候没有人 然后突然就有一代一人 就感觉很恐怖 就突然就会把你记住的东西忘掉 没事的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只要 潘瑞瑶也是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在台湾紧张的时候 你就想 没事 没有人看我的 就好了 也是啊 是不是很好的办法 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超级紧张 因为在这边排练的时候 确实就完全没有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 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也很紧张 因为觉得战区距离还蛮近的 是吧 你呢? 我啊 我属于比较自虐型那种 就是一紧张 我喜欢 就是因为我头发多嘛 好头发 好头发 我闪开了 我闪开了 我以前写作业的时候也喜欢薅头发 就是写作业的时候那边脑流海 然后写完之后 是吧 就落了一桌 但是我看你头发也挺茂盛的 你呢? 哎 哎 是这样的 作为前辈 对吧 我还是就是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后辈 你以后紧张了 跟我讲 薅你的吗 薅你的 我一定帮你薅的 你也没有任何的紧张感 你知道吧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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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 我真的会抓的 但是我少 抓的少 那你也就抓完就不紧张了是吗? 对 嗯 你呢? 我 我的话 我对 如果我紧张的时候抓自己头发我会更紧张了 我也很害怕 然后我的话就是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上台就有那种特殊公演 然后上台唱歌的时候就会很紧张 就每一次都很紧张 那我克服紧张的方法就是习惯紧张 你知道吗? 久了之后就习惯了 习惯了这一种心理 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你在上台之前可以坐深蹲啊 好 这种 是真的 就坐深蹲 然后伸伸腰 挥挥手 这种 对 这种就是让你的 就是让你的身体舒展开来的话 是会减轻紧张感的 来 教在座的各位啊 如果你们要去面试或者干什么 就很紧张的话 你们就就舒展一下身体会缓解紧张感 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嗯 那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少克服自己的紧张 好吗各位 好啊各位 我再也不想用那种方法了 对 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克服紧张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努力啊 多练 什么 没事没事 好啦 那接下来就请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 耶 谢谢